美国优他州有一名男子三月罹患了新冠肺炎 至今已经过了三个月了 摆脱了咳嗽跟呼吸困难等等症状 不过他的味觉跟嗅觉仍然是还没有恢复的 吃东西好像在啃厚纸板一样 医生也束手无策 另外一名在佛蒙特州的男子 因为闭关独自修炼75天躲过了疫情 不过出关之后发现周遭的事件已经面目全非 今年三月确诊罹患新冠肺炎的麦特 什么症状都摆脱了 就是被病毒夺走的味觉和嗅觉还是回不来 23岁的麦特是美国犹他州第78例新冠患者 疑似和朋友集体滑雪群聚感染 病况最严重时出现咳嗽和呼吸困难等症状 也和不少患者一样丧失味觉和嗅觉 如今三个月过去吃东西仍然食而无味 麦特形容每次食物入口就像在嚼后纸板 食欲大受影响也让他瘦了9公斤 同样在美国另一个极端案例是住在佛蒙特州的丹尼尔 信奉佛教的他在深山小木屋闭关75天出关 发现世界完全变了 闭关冥想期间丹尼尔断绝所有对外联系 完全不用手机网路或电视 现在不但目睹致命病毒席卷全美 还有在各地上演的街头示威 让他真想再次闭关远离一切动荡 张立德编译